原警剛好到夜市裡面巡邏 發現眼前的騎士 沒把安全帽扣還扣上 要求停車 只是騎士拒絕盤查 有沒有一家快速逃離 原警在後頭一路鳴笛狂追 明明知道警方就是在追自己 他就是不願意停車 連續闖了好幾個紅燈 最後還是不敵大批的警力被抓到 被好警察 原警 牙齒在地知道瞞不了 才坦承自己有喝酒 深夜警笛聲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 從住家往下看 才發現騎士被包圍 原來這名52歲的夜姓男子 29號晚上在家裡喝啤酒 肚子突然有1.2 深夜10點多騎車去桃園夜市買宵夜 剛好遇到巡邏的原警 他不僅拒檢盤查 又從記錄裡面發現 這是他第三度酒駕 雙方追逐了六分鐘八百公尺 幸好當時比較晚去逛夜市的民眾也不多 但為了吃宵夜 酒駕上路實在不應該 前面也新聞的林志 王思成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